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lawsp 相信大家在前面的影片的时候已经看到了 没错这就是波克莱的欧卡片 就是它 的潮输袋 那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是包包的样子 本质 这是那个背带 它可以自己設定長度或是你想要白色或橘色在外面 就是根據這邊 穿過去打結的部分 那一開始可能會比較難打一點 因為比較硬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裝飾的包包 那我們就先來做別針吧 這是這次製作的底稿 二縮片的收縮比例 就要看每一家都不太一樣 我這邊的話好像大概會收割 我記得是2.5左右吧 就可以大概參考一下 然後畫一個比較大的圖案 然後我這片二縮片是一面是霧面的 另外一面是亮面 然後我在霧面的地方上色 使用的是這個Posca的 然後是細緻的 顏色很粉嫩喔 然後我另外還有準備了 灰色、黑色跟金色 書本的底色的話我想用這個 粉橘色 你看細緻的上色就會這樣 中間都會有空格 很困惱 好 那因為著色面積比較大塊 所以建議是 就是兩邊上完之後 等乾再去做其他顏色塊的處理 會比較好啦 要不然就會塗出去喔 會很恐怖 發生悲劇的那種感覺 像這樣還沒乾的話就可以先上其他顏色 那記得如果是右撇子的話 要順序就是這樣畫過來 那左撇子的話就這樣 才不會這樣固在一起這樣子 像這樣 那這樣乾的都差不多之後 就可以開始畫線條或做裝飾了 就這樣以此類推去完成其他的就可以了 這樣就完成大概的裝飾了 然後就可以用剪刀 把每一塊剪下來 像這樣拿一塊一塊來修會比較好修一點 要不要留邊就是看個人 這是剪完的樣子 然後我是用烤箱的部分 烤箱需要做預熱 然後裡面記得放一個烘焙子 會比較好 它才不會跟這個鐵盤或什麼的沾黏在一起 這些現在做起來的樣子都是這種 就是有點霧面質感的樣子 那如果想要讓別人看起來比較光滑 有亮面感覺的話可以上亮光期 然後我的是這個 因為是UV的所以需要搭配UV燈 那一般的亮光系列也可以直接塗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找喜歡的就可以了 可以拿一塊板子跟紙膠帶 讓它們可以固定給它跑掉這樣子 這樣就不會跑掉 然後照UV燈 上完亮光之後的樣子 然後 因為要做成別針 所以我買了別針 是這個樣子 這種的 然後要黏在後面 然後這個方向才對 這也是固定在剛剛的板子上 黏的部分的話 因為這個屬於光滑面 所以我應該還是會用UV膠 才會黏得比較老一點 這樣就完成了 做完之後我們就來 別上這些別針 那因為帆布袋比較厚 所以如果要別的話要小心一點 像這樣別在自己想要的位置 像這樣別了四個 示意圖一下 然後這個包包其實 有一些設計小巧思 就是這邊有放筆的 小筆袋 除了肥帶顏色可以這樣 橘色在外或白色在外之外 還有 還有這個 小小的側袋 就是可以放小東西或是鑰匙 比較不會掉 這個小夾子 剛裝書 書袋的小夾子 也可以拿來 裝比較就是 怕壓壞的紙 因為這個放進去就是剛剛好 保護紙不要被壓到 然後這次的包包裝飾就到這邊 然後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話 可以推薦去看 Ocapi網站上面那個 ZFan畫的那個漫畫 Ocapi的漫畫 就是超可愛的 然後我不小心把所有的漫畫部分 都看完了 那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話 下面有 連結可以點 來看看 然後超書袋的連結也在下面 那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不用忘記還有其他 再見影片喔 那就這樣 安妞